我們也不是完全要去講說 扣扣都到處打誰罵誰 但是他最近講到一個點上 就是講到所謂的違解封 他去罵說 這個柯文哲罪魁禍首不認帳 搞夜市什麼違解封是唯恐天下不亂嗎 當然就是昨天這件事情 寧夏夜市就是開始違解封來試行 我們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其實因為這是在我以前住的附近 他本來這邊是一整排 兩邊都是所謂的攤商 但是昨天違解封之後 只開了四分之一的攤商 然後在這個門口這邊 必須要掃QR Code 每個人都要知道是誰 然後這邊你看有交管人員 然後有酒精消毒去買 柯文哲的說法是怎麼樣 他是說因為你餐廳都可以外帶啦 為什麼你放在夜市 你只是一個沒有一個建築物而已 你為什麼不能外帶呢 但是這個周一寇說 這個是唯恐天下不亂 會造成更大的破口 激進黨也是這樣說 破口就是柯文哲 其實我先請問一下 伟漢哥 你對這樣子的一個解封 微解封是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我回過頭來去看 六月份那個時候的指引 其實在包括什麼夜市市場 裡面並沒有說要把夜市給停掉 他只是說有一套指引 但是那時候並沒有說把夜市停掉 所以那時候高雄的瑞峰夜市 不是其實也有開始做重新的開啟 所以這整件事情我看不懂 現在變成說一個可能他是他的防疫破口 我們剛剛前段在講那個有關於我們買疫苗的時候被有些人 Cup off 是不是中國大陸的時候 其實我就跟大家講了此刻最重要的是抗疫 對抗疫情不是抗中 可是有很多人他心中是政治比防疫更多 那你自己去看看他他所講的事情 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就知道了 剛剛旭芬跟大家講 當我們在討論台北市 寧假夜市然後夜市要不要重開 重開會不會造成一些疫情的破口 然後你可能打算開始要支持柯文哲重開 或者反對柯文哲重開的同時 你知道6月15號 對就是兩個多禮拜以前 高雄瑞峰夜市已經開了嗎 對這個畫面就在這裡啦 6月15號 但問題是我知道現在很多網友根本不知道啊 因為瑞峰夜市開了 台北台灣的人根本沒feel 我們那時候沒有在管這個事啊 但是你覺得 這是柯文哲做的事情 因為你討厭4%債 這我不會來啦 然後呢高雄瑞峰夜市 你就常常常 台灣現在可能87%都是 好像沒有那麼高啦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他不是去看這個事情對或錯 這事情好或壞 他是看這事情是誰做的 是誰說的 如果是我朋友說的 就算殺人放火 也是為了要對不對 建國獨立 也是為了要讓人民生活更好啊 就算是不是我的朋友說的 是我討厭的人做的 他扶老太太過馬路 你都懷疑他對他性騷擾 所以重點在於 我們今天看這整個事情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 先把人給抽離 看這個事 那我就來講事 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夜市重啟 為解封 是不得不為 不是為了我 也不是為了許福 是為了這一些 還願意繼續當夜市的攤商 而一個半月45天沒有工作的人 他會倒啊 我常常在講 我們最近 我們與餓的距離啊 肚子餓的餓啊 一個多月沒有賺錢 而且前幾天 尤其突然5月15 突然宣布申請戒以後 手邊可能都有3到5天的貨 那些都已經浪費掉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啊 你叫我夜市立刻做外送 我也沒辦法 然後呢 大家要逛夜市 基本上就是一個feel 我很輕鬆 可能穿著拖鞋 我去那邊看到一攤吃一攤 然後還可以隨手買了一個什麼 木瓜牛奶 珍珠紅茶什麼的 我就跑去 然後炸雞排 現在可以嗎 你還是可以去買 因為我也解封了 買完以後 因為我們戴口罩 護衛藥不能吃東西 你只能帶回家 雞排不能現吃 真的味道會有差 不只是味道 他整個那個雞排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 就是 怎麼講 就是防油脂有沒有 整個也補掉了 對不對 錢秋瑋知道 你看那個鹹酥雞 買回來兩個小時再吃 他整個都 他水蒸氣會讓他軟掉 就不OK了 就不可口了 那怎麼辦呢 因為他們還要活下去啊 今天是七月一號 已經到第三季了 韓國從今天開始入境的人 六種疫苗打過了 不用隔離了 但有十三個國家的意外 因為疫情嚴重 但全世界一百九十幾的國家 只要你是屬於打過兩劑的 我們前兩天來講 Bloomberg 只要我們臺灣 從五名降到十五名 到四十四名 就是這個嘛 像王任賢理事長 他打過一劑對不對 可是在兩劑了對不對 兩劑了兩劑了 後來第二劑 後來第二劑趕上 好那很好 臺灣都好羨慕你 太好了 我現在不是說 因為正好就是這樣 來觀眾朋友 那個導播聯邦 帶我們兩個Long好了 我是屬於沒有打的 零 一劑都沒有打的 王任賢理事長是兩劑的 然後呢 我們兩個出國或回國的規定 是一樣的 他雖然打過兩劑 他跟我一樣啊 都一樣去十四天啊 一樣啊 對啊他完全沒有 那包含國際的這些 駕駛員 在臺灣也是一樣 他都沒有給你管的 那我們怎麼跟國外接軌 我沒有打過疫苗 即使許甫跟我講說 欸 王任賢現在威脅瘋了 我們去逛藥室 我想想算了 還是不要吧 其實這個就跟買外帶 因為我沒有啊 許甫 我現在講清楚 因為我沒有啊 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臺灣只準備了 一千九百八十一萬的國際疫苗 因為我跟淺秋 剛剛是凱翔 跟淺秋 我們都沒有辦法打疫苗 都還排不上 然後我如果沒有打疫苗 我今天跑去逛夜市 你會不會擔心你遇到那個 蛤 那個秘魯阿嬤 那個仿尚阿嬤 擦身而過 那個垃圾袋放門口 欸 就好啊 這樣子馬上就中了 那你會不會擔心 做生意的人會不會擔心 所以實際上 他沒有辦法因為微解封以後 讓他們夜市又重新呢 人山人海沒有辦法 要怎樣才能辦法 就是看到前幾天 有沒有 前天英國跟德國在那邊踢足球 現場幾萬人 大家在那邊 對不對 英國好多 你沒有贏過德國了 他們打了疫苗了 雖然還是每天有兩萬人確診 前幾天英國禮拜二的時候 還有兩萬人 一天兩萬人確診 其中有一萬五千人 全部都是Delta 但是他們還是不怕 就跟新加坡 我就說你現在開始把那個視野拉開來 不要看臺灣的這些一天到晚 誰又被誰卡什麼的 你把臺灣的這個眼界跟世界往全球一放 臺灣是這樣 地球是圓的 把他放大 又發現說 韓國是這樣 韓國現在入境只要有打過兩劑疫苗 像理事長 你如果明天要去韓國 你就直接入境不用隔離 但我不行 我就要十四天 在韓國我們兩個有差別 在臺灣我們兩個沒差別 沒有當然理事長比較帥 第二個 我們的這個整個的生活上面的 你要解封 我們只打了七點七趴 那因為大家都沒有打疫苗 你這些餐食也沒辦法恢復啊 你也沒有辦法恢復到你正常的生活 你這些東西是不得已必須要解封 因為柯文哲他有講嘛 要記者會有講 大家就看啊 不要只有看那些網路上懶人包 或是別人轉述 他說他也知道現在這樣子 這個夜市重新再開 其實說實在的六月十五後 高雄瑞峰市都開了 他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可是這些還願意在夜市裡面去工作的人 他也期待或許你可以來外帶 即使不可口 大家可以試看看嘛 很多的老餐廳 我們臺灣的餐廳 我現在看到網上好多報導 每一個老闆都是含淚在撐 那我們為什麼會熟令置之 我們今天為什麼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二零二一 年的七月了 之前六個月都過去了 我們二零二零年年底 在講的疫苗疫苗 講半天 我們顯然沒有積極購買 我們顯然沒有讓臺灣的民眾 能夠大量施打 那你沒有施打疫苗 他終究無法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這些所謂的亂象也好 或者是人民的苦也好 都在於我們的疫苗的購買的數量 跟我們拿到貨的那個進度都還不夠 所以你沒有辦法達到人民 可以恢復正常生活的條件嘛 因為現在很多人在防疫旅館裡面 但是今天昨天發生一個很不幸的事件 就是彰化這個防疫旅館的惡火燒了八小時 四十二十二傷 尤其其中是一個消防員 消防員他是為什麼 他是找不到門可以逃出去 他最後是在一個 大概九一二二還是多少的 編號的一個房間裡面 氧氣瓶耗盡倒在這個浴缸這裡 這就是我們之前常看一個 很紅的連續劇 火神的眼淚 這裡面其實有類似一樣的劇情 然後就發現很多人在 在防疫旅館裡面 但是要逃不逃的時候 他心裡很煎熬 他怕逃出去違法 那甚至有些人怕防疫旅館 這些人會亂跑出去 他們是反鎖的 就變成很多的公安事件 其實真的覺得很難過 你講火神眼淚我也才剛剛看完 我常常跟大家講 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功德 你當一個好的消防員 你進去裡面救人 就最後你沒有回來 你的家人多難過 那不管是防疫旅館 或者是王仁賢理事長常跟大家講的 南丁戈爾醫院 野戰醫院 我們台灣就是不要 我們台灣有很多很多的很奇怪的理由 就不要做這個不要做那個 如果在國外 因為這個消防人 最後已經到了一個制高點 也開了亮燈 直到那邊帶遠了 我們也沒有大量的 其實世界各國都有 日本也有 有直升機再趕快回去救他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然後我們這樣子 讓這個消防員殉職 然後在裡面的這個防疫旅館的人 也這樣子傷亡 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台灣 我們花太多時間在政治上面 大家在那邊吵來吵去 不是說誰對誰不對 但是花時間在這上面糾結是真的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剛剛前面那一題我也順便講一下 我是覺得你去看那個用粉絲團的按讚人數去看他的聲望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有些人他的粉絲團按讚人數並不多 因為他就覺得可能來你這邊 他不一定按讚 按讚也未必支持你 他只是要知道你每天寫什麼 我就在吐你而已 所以那個先生的民調比較 真正有嚴謹的民調會比較有參考價值 那這個防禦旅館的這個火警事件 其實我覺得怎麼說 如果我們台灣能夠早一點讓我們這次面對疫情的 每一個步驟都先到位 不只是只有疫苗 我們的篩檢量也因為不夠的關係 醫護人員壓力很重 我們也因為我們沒有去買 國外的那個單株抗體 先前沒有現在有了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或許 他可以在重症情況之下還保留性命的 後來也沒有了 單株抗體六月中才買的 那這個都去年川普就已經用過的東西了 所以從檢測買疫苗 還有剛剛理事長所講的 我們打了疫苗以後都沒有想說打完疫苗的旅行自由度要做調整 那你是打 也正不講打身體健康 就是你打了以後 你根本沒有讓這些已經打過的人 他更自由 沒有打過的人現在自由 但那你打的意義在哪裡 然後真正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社會或是傳播的 包含的在運輸 因為病毒它是不會動的 可是人是會動的 運輸工具是會動的 然後呢人的這些比如說他跟著蔬果跟著人跟著車他會跑跑動的 你要去把那一些可能會有病毒的人他去做第一層的阻絕嗎 而不是讓那些在辦公室裡面開會的人 讓中央政府包含行政院的那些有我我我並不是說行政院的官員不用打 剛剛你上講那句我是最認同 不用去罵3加11開放對不對 如果所有的機師通通打完兩劑疫苗 為什麼不要3加11 但問題就是沒有嘛 我們既沒有疫苗 也不參考國際的標準 那剛剛講徐福講的那個彰化那個事件 我沒有太多評論 我是覺得還蠻難過的啦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 www.blogspot.com